現在完成一家造詞 非獨派團體 向下控委者不以為意 明明身陷金流 怡雲態度哀批 如同這鬧劇 你都叫你 叫我 叫我 選用現場控委者橫彈 但因為這場記者會早被定調 都是會計師端木正有問題 我們現在所有的支出你知道 都有憑證 都用在選舉相關的事務 更重要的 他沒有跑到任何個人的口袋裡面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簽字 那你簽完字之後 然後你通通說不知道 割屁幹事長 就每天真的閉眼已經簽字 沒有 就是睜眼說瞎話 物資家垮罵民眾黨 以會計師端木正時間來不及 為理由擅自調節帳目申報 導致出現將近 兩千多萬元的斷差款項 用最快的速度 再去監察院補證資料 我們會從錯誤中學習 這個接受苦難意 然後抗拒誘惑難 很悲哀的 他必須要面對司法的審判 跟未來的牢獄之災 916萬的賈账員被輕描淡寫 演唱會77萬淨收入 黃珊珊說是商業行為 新婦李文宗涵 我承擔 事實上名妝說明 若屬實 端木正將面臨5年以下 有期徒刑 或被罰60萬元以下罰金 對此端木正發聲明 強調一切依法 但是妻子陳佩奇 找兒子來開人頭 柯文哲有回 等於沒回 只是陸陸續續在準備 說到現在為止 東西就擺在那裡 故事就是這樣而已 雖然有IQ的157 但是碰到犯罪的時候 他的技術 跟他的智慧都非常不足 事上一早 台北市議員 鍾小平 金融黨議員 也到北檢案林 告發柯文哲 而北檢也正式分 他自案來追查 民眾黨假狀風波 讓黨形象重挫 柯文哲想全身而退 恐怕沒 那麼容易 東森新聞真正中心 綜合報導 東森文哲